好 人玩早安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先來關心一下今天整體天氣 我們先在畫面當中看到是在台北大稻埕碼頭的實景畫面 早上6點15分 現在溫度來到了25度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天空還是霧蒙蒙的 但今天在白天太陽升起來之後 高溫還是可以上海到30 31 那至於在今天清晨來說各地區的低溫 我們也幫大家來做統整 最冷的出現在新竹的關係只有18.1 那在苗栗西湖也是只有19.3度 花蓮桃園空曠地區清晨低溫也是沙灘了19 20度左右 反而今天有一點大家可能要特別注意 那就是空氣品質 我們來看看這幾天空氣品質上面的發展 那如果以這三天的空品狀況來說的話 今明兩天其實水氣都是稍微比較偏少的一些 剛剛有提到有一點要特別留意的 就是空氣品質上面的發展 今天來說從北台灣一路到南高屏 幾乎空氣都是亮起了橘色景視 只有在東半部空氣稍微好轉一些 那主要就是受到這境外污染物的影響 那另外在明後這兩天 則是在中部雲南地區 空氣也是亮起橘燈 所以敏感族群朋友 大家還是要特別注意一下 另外來關心的是 現在又有颱風深沉 到底會不會影響到我們天氣呢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是有個熱帶型低吸壓在海南島附近 目前來看有機會形成颱風 但是距離我們非常遙遠 所以目前沒有一些直接性的影響 大家可以不用太過擔心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週上面的天氣 今明兩天 其實白天天氣狀況來說都還蠻穩定的 高溫可以上看到28、30度 但要留意日夜溫差比較大 那至於水氣會開始慢慢增加的時間點 就是落在禮拜五的晚上 禮拜五晚上到禮拜天 受到這東北氣風影響 北台灣東半部又會再開始降溫轉雨 那至於在溫度上面的趨勢來看的話 北台灣經營兩天 高溫可以上看29、30 週五開始受到東北氣風影響 又會再開始降溫轉雨 那在中南部來說的話也是好天氣 高溫可以上看30、31 要留意這幾天日夜溫差比較大 下雨一天 本的腳保護期間 結婚